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们要享受的是努力的过程 因为只要尽力了 就一定会有收获 只要你能善良地对待世界 世界总会温柔待你 不指望所有的人都有善良的心 但你必须有良知 你吃过的苦 最终都会变成你的人生阅历 或许人生不能重来 但你可以把你的宝贵人生经验 告诉你的孩子 告诉身边还在迷茫的人 纵使你吃过很多苦 也请你依然要爱自己 乐观生活 善良地对待自己的人生 那是你独一无二的气贵 二 知事故而不是故 作家许晓在《半生为人》中写过一句话 知事故而不是故 才是最善良的成熟 我们常说 人要善良 要懂人情世故 他的意思是 你懂得如何施与善意 也懂得不随波逐流 能明白黑白是非 其实 现实生活里有很多无奈 有很多职场潜规则 交际潜规则 你很清楚这些门道 有些东西 有些世俗 看看就好 心里知道就好 可以不去抗争 但至少保持出息 社会从来都不简单 但是 很多事 你不掺和 其实 你就简单了 无关你的事尽量少掺和 消耗你友情的人少帮助 不需要和他们礼尚往来 因为单方面消耗你经历的人 并不能让你从事故中获得任何好处 我们从来都在红尘中 长在茫茫世俗中 千万别要泯灭于事故中 你能出凡尘的样子很有味道 三 不论年龄 拥有求知欲 当你迷茫的时候 就去读书吧 那一定是没错的 其实 看书也好 去通过别的途径学习也好 有时候 我们不单单想要得到知识 而是学习本身就能指点迷津 让心态平和 三毛在《送你一匹马》中说 读书多了 容貌自然改变 许多时候 自己可能以为 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 不负记忆 其实 它们仍是潜在的 在气质里 在贪图上 在胸襟的乌鸦 当然 也可能陷入在生活和文字里 你所读过的书 学过的知识 最后 都是无形的 会融入你的潜意识 变成你的气质 变成你的标志 四 舍得去旅游 曾经问过我妈 为什么从我及时开始 你似乎都没有离开过家呢 我妈一睁 她很久没想过这个问题了 她偶尔看到朋友圈里 亲戚朋友出去玩的照片 也会羡慕一两句 然后说 哎 我都一把年纪了 一家自要料理 哪有空出去玩 那个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我妈并不是真的活得很开心 所以 我立志要多赚钱 并节约出时间 带父母出去玩 告诉她 有些事情 你可以放下了 不用那么操心了 余光中曾在《未知》中 写过这样一句话 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 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长远 在旅途中 你会看到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习惯 你才能了解到 并不是每个人 都按照你的方式在生活 这样 人的心胸 才会变得更宽广 是啊 生活的琐碎 本来就足够让人不舒服 有时候要学会放下手头的忙碌 不要让内心充斥着不愉快 和哀声叹气 你该去寻找那个诗和远方 让内心宽敞起来 五 守得住内心宁静 电影《乘风破浪》里 有一句台词 气质很重要 说话声音越小 气场越大 这句话告诉我们 有些事情不值得计较 有些人不值得纠缠 和不讲道理的人 没必要和他们争执 守得住内心的一方宁静 才是真正的大气 欲事不大吵大闹 欲人不揪不缠 很多事情 如果我们明知去争了也无果 不如让内心的湖面 停止犯涟漪 汪曾祺说 静是一种气质 也是一种修养 诸葛亮云 非淡薄无以明智 非宁静无以致远 心浮气躁 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静是要经过锻炼的 别被外界的是非 一点就着 别被不值得的人 牵着鼻子走 你若淡薄 若内心安静 终究会得到身边人的青睐 那是重新散发出来的气质 很多读者会问 我培养自己 保持气质 最终不还是要回归家庭 免不了人老猪黄啊 杨岚说过的一段话 完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有人会问 女孩子上那么久的学 读那么多的书 最终不还是要回一座平凡的城 打一份平凡的工 嫁做人妇 洗衣 煮饭 相夫教子 何苦折腾 我想 我的坚持是为了 就算最终跌入繁琐 习近千华 同样的工作 却有不一样的心境 同样的家庭 却有不一样的情调 同样的后代 却有不一样的素养 生活一定会给你尘埃 但是你必须要拍拍身上的灰 姑娘 不论你身处何处 在经历着什么 最终都会在岁月中老去 你们要做到 不是扭转岁月的痕迹 而是一直努力保持自己的气质 保持自己的优点 不求闪闪发光 至少得一直活得明媚 好好做自己 爱自己 当你照镜子的时候 你的所有气质 都藏在镜子里的那双眼睛里 余生 愿你做一个明媚开朗 不忘初心的女子 多一点快乐 多一分淡然 男人和女人之间 最根本的差异是性 男女之间的情感就是不同 很多时候甚至是天壤之别 那男女之间的情感差异 仅仅是情感问题吗 我觉得不是 最根本的还是性差异 男女生理结构的不同 对性的态度不同 才造就了男女之间真正的不同 如果仅仅是情爱本身 也就是男人爱女人 女人爱男人 这样简单的模式 当然也会有男人很爱女人的案例 也会有男人被女人甩了 过得很痛苦的案例 但是如果从性的角度来解读 就会发现男女之间的真正不同 因为性构造大不同 注定了男女之间在情感上永远都不同 男人在性上面就是进攻性 一说到强奸案 一般是指男性对女性实行侵犯 因为男性天然的进攻性 会对女性实现性侵犯 一旦说到买春 也是男人购买女人的性服务居多 因为男人的性很直接 可以通过购买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就算这世上是有男性服务者这个行业 但消费群体肯定没男性这么大 要让女人真正花钱去买性服务 少之又少 这不仅仅是观念或者羞耻感的问题 而是女性在性方面 天然的就被动和保守 等待居多 男女之间性方面的差异 才造就了男女情感上真正的差异 从性本身来说 男性不会那么挑剔 这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很多男性会买春 或者多个性伴侣 因为男性的金子丰富性 而且可以不断重复 他们需要寻找更多的发泄渠道 并不会因为一个性对象 而让自己满足 女性就挑剔很多 因为他们会考虑性对象的升职能力 对性对象的外表 能力 各种条件都会挑剔很多 很多道德感强的人会说这么一句 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人有道德感 有责任感 有自我约束能力等等 所以认为只要是婚姻里的男性 就应该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不再有其他的性幻想 或者性对象 只允许婚内一个性对象 但别忘了 人类首先是动物 有着动物的本能 然后才会有文化和文明 来限制人的动物本能 就性本身来说 它是人类最冲动的本能 基本上是限制不了 一个人如果可以把自己的本能消灭 那它就是非人类 人类的性也是动物界 唯一有各种约束的行为 动物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是可以多偶性 可毫无羞耻感 因为动物只要是发情时期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产生性行为 但人类不行 人类的性行为是需要在一定特定的场所 因为人类会注重隐私 而隐私这种行为只有人类才有 因为人类的文明进化需要这些 但是人类的性又掺杂了太多的东西在里面 温柔 爱 公积 本能等等 所以人类的性互动会麻烦很多很多 对于很多男性来说 如果仅仅是满足自己 很难有一个良好的性互动 因为性本身是需要两个人很好地互动的 有的时候 懂得性甚至比懂得爱更重要 至少懂得性的男性会给女性 或者说在一起完成性行为的性对象 更多的温柔和尊重 而如果男性在性方面仅仅是满足于自己的行为 不顾及对方的感受 很难说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热衷于享受服务 譬如买春的男性 他们本身不仅是感情上的懒惰 譬如不用付出感情就得到性的满足 还是性上的懒惰 因为不需要自己付出什么 只需要享受女方的服务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满足 而性方面最忌讳的就是男人的懒惰 一旦男人懒惰 这场性注定会被动和难受 这就涉及到女性对性的态度 慢热而又需要温柔对待 如果男性对性的态度是懒惰 或者过于注重自己的感受 而忽略了对方的感受 自然很难让女性满意 久而久之 性就不会成为两个人交流的语言 反而会成为一种任务和功课 自然就不会有很好的性体验 人类之所以是人类 是因为人类会思考 有自己的文化和艺术 性是本能 但是人类又不能放逐这种本能 需要用很多文明 宗教和世俗 来驯化和约束 而能够让人类的性 真正得到升华 其实就是艺术 人人都有性的需求 但是一部分人 为什么可以控制得很好 可能除了他本身 性需求不旺盛外 还有就是他把自己的性能量 通过很多渠道升华或者转移了 特别是人到了一定年龄 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以后 弗洛伊德这个专门研究性学的专家 其实是个性冷淡 他三十多岁才开始有性的需求 四十岁左右就没了 刚好把自己的性能量 转化到研究上面来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在很多方面 取得很好的成绩和释放 性能量自然就分散很多 甚至成为并不非常重要的存在 当然如果你恰好也还有余力 来让自己的性能量释放 那当然更好 所以有些男性到处聊 或者非常热衷于把自己的性能量 全部释放到性方面的时候 其实也证明他在其他方面应该是停滞的 还是那个能量守恒定律 一个男人 如果他想去培养很多段性关系 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本来就很多 他就没时间和精力 来做其他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 自然的就会少了很多事情 来做其他的事 曾经有咨询对象说 有男人在软件上约过一百多个女性 我想想约着一百多个女性 得花费他多少时间和精力 自然他就没有更多时间 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除非他是富二代 要不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 估计都用在不断调女人身上来了 想想也是一种可惜 当然他觉得自己此生就热衷于此 也没办法 但人生真的除了约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做的事情啊 譬如认真讲几个笑话 总得一句话 男人的性大部分只是生理需求罢了 动物属性偏多 女人不要太傻 认为男人上了就是爱了 男人的性和爱可以说没太大关系 女人是感性的生物 做不到爱和性分开 需要在性与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性的确很刺激 但只有爱可以永恒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文章 欢迎参与讨论 和点击右下方订阅按钮 愿天书阁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夜晚 晚安